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专家说这样吃面的人迟早要去看医生,再喜欢也要戒掉。 主食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食物,它可以是米,也可以是面,可能会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。 相比起米饭,用面条做出的食物种类更多一点,像是骚子面,油泼面,干拌面等,即使不用加配菜,释放一点调味品就可以很好吃。 不仅是好吃,因为面条偏碱性,很多人觉得常吃能养胃,但也有一些人吃了面条后却感觉胃不舒服,这是怎么回事? 常吃面条究竟是养胃还是伤胃? 得分情况,面条属于精细类食物,煮得软烂一些,比较好消化,减轻了胃肠负担。 另外,面条中加了减,进入胃内后会中和一部分胃酸,可以预防胃酸对胃粘膜的损伤。 所以,对于胃酸分泌过多的人来说,无疑是有好处的。 从这两方面来看,吃面条可以说是养胃的。 但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等胃酸分泌少的人而言,本来胃酸就不够,若还经常吃碱面,反而会加重病情,就不太合适了。 而对于那些胃本来就很健康的人来说,长期过于频繁地吃面条,则可能会导致胃部的消化能力变弱,更亦诱发胃病等消化系统问题。 因此,日常得均衡饮食,把握好肚。 除了能不能养胃的纠结,我们在吃面的过程中还可能会有这些疑惑。 1.蔬菜面、鸡蛋面、杂粮面更营养。 在超市选购时,比起普通的面条,很多人更喜欢买各种花式挂面,如常见的鸡蛋面、蔬菜面、杂粮面。 认为它们营养更丰富,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。 因为制作以及储存的原因,即便是有蔬菜鸡蛋的名,也不一定真的加了食料。 像很多鸡蛋面中,加的并不是鸡蛋,而是鸡全蛋粉。 菠菜面加的可能是菠菜粉,胡萝卜面加的可能是胡萝卜粉。 因此,还是不要妄想通过鸡蛋挂面来补充营养。 想吃得更健康,不如直接加蛋,加蔬菜。 至于杂粮面,究竟营养价值如何,关键要看制作时的原料比例和工艺。 1. 配料表中,杂粮成分最好举首位,且占比越高越好,最好高于50%。 2. 配料的醋粮粉前要没有精子,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属于真杂粮面,具有深糖指数低,脂肪含量低,膳食纤维高的优势。 2. 吃面比吃米更有营养。 北方人爱吃面,而且普遍长得又高又结实,因此,有人认为面比米更有营养。 但从所供能量来说,100克米是346千卡,100克面是350千卡,这中间差异的4千卡是非常小的一个单位,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 从所含营养物质来说,米和面的主要成分都是碳水化合物,其次是蛋白质,脂肪,含量都差不多,而其中的微量元素,维生素等种类不同,各有优势,因此也难分伯种。 3. 面条被点燃是因其中含焦。 并非如此,面条是由碳氢的元素构成的,这种跟木炭的元素组成非常的类似,所以面条本身就是一种可燃物。 至于燃烧后出现了一些黑色固体状物质,是因为面条的表面积相对来说较小,很难充分燃烧所致。 其实,除了面条,粉丝,腹竹,饼干等食物也是可以点燃的,煮出的面没嚼劲,三大物区你犯了吗? 1. 煮面条用冷水还是热水? 很多人煮面时,会等水完全沸腾后才下锅开始煮,其实这样容易导致面条受热不均匀,面条表面容易糊化而粘连,煮出的面一点都不劲道,汤也很糊,正确做法。 最好是在锅底里由小气泡往上冒石下面,然后搅动几下,盖好盖,等锅内水开了,再适量添些凉水,等水废了即熟。 2. 这样煮面条速度快,面条揉而汤轻。 2. 煮面时的泡沫一定要撇去,可以不用撇。 3. 煮面时常常会出现的白色泡沫其实多是可溶性蛋白质,溶于水形成的,同时,面中含有的部分淀粉也会溶于水中,从而增加汤水的粘度。 3. 维持泡沫稳定性,使泡沫不易消散。 这些泡沫对健康没有害处,可以放心吃。 4. 防其泡沫小窍门。 煮面条时加一小汤匙食用油,这样煮出来的面条不会粘连,并可防止面汤其泡沫溢出锅外。 3. 煮面条的汤喝还是不喝。 很多人习惯将煮面的汤水和面条一起吃,或是直接在汤水中加入其他佐料一起调味。 其实,煮面的汤水中含有较多的减和钠,不适合直接食用。 更建议大家将面条捞出,再单独加入高汤进行调味。 小贴士,面条搭配小窍门。 1. 单独加个鸡蛋,或者搭配些50克左右的海鲜瘦肉类。 面条的碳水化合物高,蛋白质相对较低,而蛋,肉类正好可以弥补这一步足。 2. 搭配一些豆类,如黄豆,白云豆,豌豆,钢豆等。 面条中蛋白质所含的必须氨基酸不均衡,缺乏赖氨酸。 豆类中氨酸较多,可以弥补骨类的不足。 3. 搭配150到200克蔬菜,像菠菜,油麦菜,生菜都可以,补充涮食纤维。 冬天来一碗热乎乎的面条,整个人都变得温暖起来了。 既然提到冬日暖身,那就不得不说一说汤了。 俗话说,冬天一碗汤胜过凉尿方,天冷时,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,感觉全身都舒服了,身体也悄悄得到了滋养。 不过,汤虽好,但要是喝不对,当心养生汤变成伤身汤。 冬天喝汤犯三个错,特伤肾还招矮。 1. 包太久 很多人认为,包汤的时间越长,食物中的营养和精华就能融出越多,汤就越有营养。 其实,这种想法是不科学的。 有人做过实验,用鱼、鸡、牛肉等含高蛋白原料的食物包汤。 虽然包数小时后,汤看上去已发白,很浓,但蛋白质的融出率只有6%到15%。 也就是说,无论你熬多久煮多久,汤也不会变得多有营养。 最精华的部分仍旧在汤渣里,所以连汤带渣都吃了才是真正的有营养。 步步是一回事,更可怕的是,这种老火汤喝多了,恨伤肾。 肉汤熬久了,飘零汗料会大大增加。 经常喝飘零过高的老火汤会使尿酸水平升高,容易导致尿酸性肾结石,甚至伤害肾功能。 所以说,大家煲汤时要注意这几点,肉汤最好煲一小时左右,不要超过两小时。 鱼汤则控制在一小时内,每周喝老火汤不应超过三次。 肥胖人群、三高人群、肾病患者、高尿酸血症或痛风人群,都不宜常喝老火汤,最好选择清淡的蔬菜滚汤。 2.趁热喝。 一锅汤上桌,总有人会招呼你趁热喝,觉得喝了能暖胃暖身。 但这着实是好心办了坏事。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影列入2A类质碍物。 一有动物实验证实,经常饮用超过65摄氏度的热影,又导致食管癌的风险。 这是因为食管的粘膜上皮层既薄又软,很容易被烫伤。 偶尔的烫伤粘膜可以自行修复,但如果经常如此,不正常的异形性细胞就会越来越多,最终可能诱发癌变。 所以,这汤断上桌,最好先晾一晾,喝前用嘴唇抿一抿,试一试,感觉不烫再喝。 3.不分体质乱加料。 有的人总觉得越补越好,听说什么东西滋补,回家就往烫锅里放。 但有句话叫假吃蜜糖以至披霜,对别人来说补的,对你来说不一定就好。 中医进补的原则是须则补之,也就是说,须正人群才需要进补。 如果盲目进补,非但不能起到补须的目的,反而会越补越须。 例如,阳气不虚的人,冬季过量进补温热食物,就会出现上火的症状。 所以说,煲汤进补前一定要先分清体质,不清楚自己是啥体质的,可以先咨询一下医师。 学会这三招,煲个美味养生汤。 第一招,煲汤用温火。 煲汤应该先用大火将汤煮开,然后转为温火煲汤。 控制火后,以汤微微沸腾就可以了。 否则如果一直用大火煮,会使肉中的水分流失过快,导致其口感变差。 第二招,汤快出锅时才放盐。 有人煲汤时习惯早早放盐,觉得这样可以使汤更入味。 但是,盐要是放太早,容易使肉中的蛋白质凝固,不易溶解,也会使汤色发暗,浓度不够。 所以,快出锅时再加盐就可以了。 第三招,先煲食材后放药材。 很多药材其实不需要煲那么久,比如黄芯,挡身,用温火熬40-60分钟就可以了。 如果时间太长,药材的有效成分在煲煮过程中就会被破坏。 恰当的方法是,先将药材单独浸泡一小时,带汤熬一会儿,再将药材加入汤中,与食材一起熬制。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营养和药效。 咱们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和以前相比没那么好了,所以像是米面这种主食,晚上就不要多吃了。 可以熬点适合自己的汤来喝,配上一些好消化的食物,也省得因为吃太多不消化,强忍着睡意等消失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桃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